冤有头 债有主 欠债还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过雪州斯里肯邦安一名女子 却因为网友欠下赌债之后 人间蒸发 结果身为中间人的她被阿龙纠缠 除了住家被泼红期 还曾经被阿龙禁锢四个小时 强迫她还清三万令吉的债务 29岁的陈慧娟 去年6月迷上微信抢红包和网上百家乐 原本就没有工作的她 更成为中间人 介绍朋友上网赌博 然后赚取佣金 怎么知道其中一名网友 今年4月欠下三万令吉的赌债后 就人间蒸发 阿龙随后向陈慧娟追债 要求她还清三万令吉的债务 所以她跟我讲 可是这个是你的顾客 你有这个责任帮她还先 就你一个月 每个月还几千块这样了 然后到时候我跟她收到了过后 我才给回你这个钱 陈慧娟前后 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 还了六千令吉 之后因为没有能力继续偿还债务 唯有和阿龙切断联系 直到7月14号 陈慧娟的另一名朋友 介绍工作为由 把陈慧娟骗到吉隆坡旧谷载路 一家售卖汽车零件的公司 没有想到阿龙突然出现 要求陈慧娟当场还清三万令吉 还把她禁锢四个小时 她就收我的电话 不给我碗电话 不给我这样联络任何人 然后就逼我开 我的Maybank2U的账户 然后我开了两门 看里面是没什么钱 数字是有八十多分 他们觉得已经是没有方法 在我身上拿钱过后 他们就给回我电话 就看着我叫我打给朋友借钱 随后陈慧娟的母亲和阿龙通电话 要求对方让女儿回家 阿龙扣留了陈慧娟的汽车 作为抵押 才把她放走 四天后 陈慧娟发现住家被人泼上红漆 她和家人也不断接获 阿龙的威胁短信和电话 要求她还钱 尽管陈慧娟向警方投报了四次 不过警方至今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甚至我报警了这样多次 我每一次见一个警察 我都有一个希望 觉得他会帮到我 到最后他们都是讲 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 你就直接找律师 私立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汉华 将在明天陪同陈慧娟到警局报案 希望警方采取行动 NTV7黄丽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